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律上 嘉義藥師赵偉政 幫確診者送藥途中 不幸身亡 15號舉辦告別式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必勝南下嘉義 親自上鄉致疫 現場也頒受 衛生福利專業獎章 表揚藥師貢獻 爸爸這麼危險的事情 可以由我來講 但是爸爸 他其實只是為了 讓民眾 讓確診者 能夠早點拿到這個藥品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 開心地去做這件事情 趙偉政的兒子趙昆賢 本身也是藥師 一家人一起經營藥局 藥師趙偉政 畢業於嘉南藥理大學 在嘉義經營全安藥局 提供送藥道府服務 已經有10年時間 他經常親自送藥到長者 獨居長輩或行動不便 鄉親的住處 長期為基層服務 不過在這個月5號 他外送藥品時 為了撿回掉落的藥帶 不幸因為新陰性休克死亡 被發現時 手中還緊握藥帶 這次防疫幫我們的這個送藥 這些都充分的發揮了 這個基層的醫師人員 還有第一線防疫人員的精神 所以我們非常的感佩 今天特別來 藥師趙偉政 總是騎著摩托車 為民眾送藥 他生前曾說要送藥 送到不能動為止 沒想到卻在送藥路上奏事 讓曾經受過他幫助的民眾 相當不捨 近新聞 孫敏方 蔡峰榮採訪報導 請問請問 你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